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这两条尤为重要 洞房花烛 金榜提名 意味着家业有成 人生完美 但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之下 想要金榜提名 其实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所以也是人生四喜当中最难实现的一喜 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唐代书生金榜提名的故事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书生之所以能够金榜提名 竟然是凭借一首描写新婚的蜜月情诗 这首诗后来还入选了唐诗三百首之列 那么这个书生是谁呢 它就是唐朝保利年间的晋士 朱可九 说到朱可九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历史上一般习惯叫它朱庆渝 因为庆渝是它的字 朱可九的身世也是一个谜 翻遍唐代各种典籍 只说它生足年不祥 另外它的籍贯也有多种说法 有说它是浙江人 也有说它是福建人的 但我们从跟朱氏同时的 诗人张吉 姚和等人的诗里看出 它是浙江人的可能性更大 不过在没有进一步 采料佐证的情况下 它的身世和籍贯依然是一个谜 那么这个朱庆渝在参加科举之前 已经经历了洞房花烛之喜 人生四喜唯有金榜提名 还没有实现 所以当时的朱庆渝 还只是一个岌岌无名的普通书生 唐代的科举制度比较特殊 除开正常的考试以外 还有公卷和通榜两种形式 公卷是干什么呢 就是在考试之前 参加科举的人 把自己一些比较得意的诗文作品 送给当朝的一些知名学者传阅 在唐代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做法 考生在试前 往往凭着某位很有声望的人士引荐 帮助他在主考官那里露脸 从而更加顺利地考取功名 这个就相当于给自己造势 让大家提前认识一下自己 因为如果你的诗文很优秀 必然就会在这个圈子里面流传 很有才华的人就会被考官提前记住 那么在考试结束以后 录取结果出来以前 还有一个通榜 这个通榜是由主考官拟定的一份名单 名单上面的人 都是由当朝有名望的公亲贤达所推荐 凡是进入了通榜的考生 被录取的机会就很大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进入通榜的机会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考生拿出自己最得意的诗作 投给朝廷的某个有名望的权贵 如果他欣赏你 自然就会向主考官推荐 说这个人不错 从而得到进入通榜的机会 当时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 朱庆渝跟著名诗人张吉有些邂逅 两人在交谈后 张对朱的才学很是欣赏 虽让朱把新晋所写的作品 加上旧作一起拿来给他 朱从书囊中搜索出26片诗文 呈给张 张把他们放在自己怀里 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朱庆渝就是在通榜之前 写了一首诗 投给了一个叫张吉的考官 张吉是谁呢 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玉的首席大弟子 而且和白居易 袁甄的关系特别好 当时的主管水利部门的重要官员 被人尊称为张水部 所以朱庆渝投稿给张吉的这首诗 就叫《近世上张水部》 意思就是刚刚参加完科举考试 投献给张水部的诗作 诗的内容是这样 洞房昨夜亭红竹 戴小堂前拜旧姑 装霸低声问夫婿 话眉深浅入时无 那么朱庆渝的这首诗 咱们一听就有种非常暧昧的感觉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一对新人 在洞房之后第二天清晨的一场对话 说昨天晚上呀 洞房里的蜡烛彻夜通明 早上醒来的时候 这个新娘子就忐忑不安的 等着要去拜见家里的长辈 于是她坐在镜子前精心地打扮自己 希望能给公公婆婆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化完妆还有点不放心 又娇羞地低声询问新郎官 你看我这个眉毛画得怎么样 由此可见 朱庆渝一定是经历过了洞房花烛之喜 否则她就不可能准确地 把这场对话写到诗里 但是她为什么要写一首如此暧昧的诗 投献给张吉呢 当张吉在家看到这首诗之后 张吉是拍手称秒 非常高兴地回赠给了朱庆渝一首诗 岳女新装出镜心 自知名艳更沉吟 其指卫族十人贵 一曲灵歌敌万金 岳女是指朱庆渝 因为她是岳州人嘛 岳州出美女 所以张吉说 朱庆渝 你像刚刚梳妆打扮岳州美女一样 自己应该明知道 非常的惊艳动人了 为什么不自信还要问我呢 齐丸是指张吉自己 张吉自签地说 我的诗不值得诗人贵重 而你的诗一曲灵歌就价值万金啊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告诉朱庆渝 像您这样富有才华的考生 还担心什么呢 等着吧 会有好结果的 果然不出所料 得到张吉大力宣传和引荐的朱庆渝 在唐靖宗宝利二年 顺利的近视极地 张吉赏识人才 讲业后进 助攻朱庆渝近视极地的佳话 随着这两首著名的诗 一起得以永久地流传了下来 成为后人赏识 提拔人才的绝佳范本 后来朱庆渝用来投食问路的这首 《近视上张水步》 更是广为流传 后来这首蜜月情诗 还被收入《唐诗三百首》 唐朝的冯者 在《云仙散路》中 记载了张吉的一个趣文 张吉因为非常喜爱杜甫的诗词 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把杜甫的名诗 一手一手地烧掉 然后把烧完的纸灰 拌上蜂蜜 每天早上吃三勺 有一天 张吉的朋友来拜访他 看到张吉正在拌纸灰 很是奇怪 就不解地问道 张吉 你为什么把杜甫的诗烧掉 又拌上蜂蜜吃了呢 张吉笑着说 我这样吃了杜甫的诗 就能写出和杜甫一样的好事了 好友听了 哈哈大笑 张吉助攻朱庆渝近视极地 在我看来 还是属于 人助攻的范围 这样的情况 还有顾矿赏识 推荐白居易 韩玉赏识 推荐牛增乳登 从这种方面看 张吉可真是 不可多得的伯乐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